字幕作成者 李宗盛 我們的投票舉辦首先第一個 我們到底這次的投票就要投手了呢 我們看一下嘉莉的首相這張 可以把它舉高 我們這些投票要選什麼呢 選兩件事情 一個呢 是搭配我們今年年底的九合一選舉 我們要讓全國的清少雲選出 他們心目中理想的縣市長 那第二個呢 歷年來的習慣 我們會在大選的時候綁公投 然後我們的修憲 如果我們要修憲的程序 也需要透過公投 所以呢 我們這一次的大選也會綁公投 就是你是否同意下修投票年齡 我們小雲這一張 我們呢16到20歲的清少年 是可以來做這一次的清少年投票日的投票的 那也就是說 只要你是1994年到1998年出生 然後相對應到現在的學生 大概可能是高一到大二的學生 只要你實在身份證件 那我們可以在線上 以及在網路上去進行 在線上跟實際投票所進行投票 所以他需要的資料是你身份資料及你的出生年 然後最後接下來呢 什麼時候可以投 我們看到大華姐手上這一張 我們這一次呢為了讓更多的清少年可以友善的來投票 我們設計了兩個投票的機制 一個呢是線上投票 線上投票是11月10號到11月15號 禮拜一到禮拜六的整個禮拜 我們可以在我們的官網 就是投票網站上 18vot.org.tw上面做線上的投票 那另外呢 我們在11月15號 在全國我們有實體的投票點 然後目前我們也在持續的招募投票點當中 那現在我們就有照顧到超過20個投票點 在全國的各個縣市 在我們的新聞稿上面 我們我們橫跨縣市其從北中南東都有我們的投票點 如果我們講說 18歲的小孩子心事不夠成熟 他們不夠能力 那我想請問一下 為什麼這群13歲的小學生都能夠做到比現任議員還要做得更好 所以我基本上我看到那個事情 看到我們目前看到的狀況是怎樣的 那些大人 擁有權力的大人 為什麼不把那些權力讓這些年輕人能夠拿到 他們能夠來監督 尤其是318那時候我們在做太陽化運動的學歷的景點 我們做了很大量的訪談 包括看到很多年輕人他們為什麼要出來 他們也沒有投票權 很多年輕人比如說甚至很多高中生大一 他根本還沒有投票權 他為什麼出來 他講了一句話讓我很感動 他說什麼 他說你們今天要賣票的是我的未來 同樣的這些如果我們不能夠讓那些年輕人提前去做他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我們憑什麼這些擁有權力的大人 憑什麼把他們的未來把它賣票 所以我覺得說在社會人類選舉裡面 我們還是會跟正常的這個選舉委員會一樣 我們還會好好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會非常支持這樣的報道 謝謝 也許我們在過去呢 我們有很多的食安問題 有很多的有安的問題 我們已經被戳爆了 但是現在呢 為什麼18歲投票權 這樣被投票聯盟這個議題 我們迟迟都沒有辦法被戳破呢 到底大人們有什麼樣的憂慮 或者是有什麼樣的擔心呢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邀請我們今天的青少人代表 來戳破這一些大人們的擔憂 跟大人們的沒有必要的疑慮 那他們也會從他們的觀點來說說看 他們怎麼看 18歲的人有許多還是學生用不到投票權 那你也還是學生啊 那為什麼大人都說你用不到投票權 你怎麼看 我覺得就是在許多政策上就是 市長或是很多的參選人在定政策的時候 他們其實沒有顧慮到青少年的意見 然後如果說18歲的人都還是學生 其實我覺得不一定吧 就是很多人在16歲就開始打工了 然後他比很多很多可能已經18歲 或20歲的人就是提早過一個社會 然後他看到了或是他的想法 其實跟很多那個大人 所謂的成年人其實有點不一樣 然後18歲不一定一定是學生啊 他已經可能已經投入職場很久了 所以如果說全部的18歲都是學生 就不給他們那個選舉權的話 我覺得這有點不公平 所以我覺得要讓每個人都有那個機會可以發聲 給予投票權會讓18歲的年輕人過於狂熱的政治 其實我覺得 就是提早我們18歲能夠了解政治 並不是會讓人家過於狂熱 因為其實政治也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然後能夠提早去關心國家社會 也是幫助我們對未來可以有一個更早 就是步入社會 或者是就是比較有一個更好的準備 然後透過這樣子我覺得18歲提早有這個經驗是很好的 我知道第一個是 我國政治文化不夠成熟 因此不適合開放18歲同票權 我覺得政治文化跟同票年齡是兩件事情 是不一樣的事情 如果說政治文化不夠成熟 那就是政府的問題 不是我們小孩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小孩要 因為政治不夠成熟 然後來副度我們同票的群力 第二個是從法理的角度來看 一個不具備完全行為能力的 怎麼能跟政府簽約 大家都知道18歲就要擋兵 可是16歲就可以完全成為合法 而且有經濟能力的工作者 他們工作也要繳稅 他們工作也要有 就是已經是合法的勞工了 為什麼我們不能 我們18歲為什麼我們不能投票 16歲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一直到18歲 18歲可以跑證照 可以買煙 可以買酒 可以開車可以騎車 那為什麼我們18歲就不能投票 為什麼我們18歲就可以 做那麼多事情 但要一直到20歲才能投票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疑慮 我抽到一分別是18到20歲才差兩年 忍一忍就過了 何必那麼急呢 跟為什麼別人對18歲投票 我比較跟著定18歲投票 從高中開始 我就在做非常多有關一些 校園民主 學生權利等 學生自治 學生自治會投票的一些 一些東西 一些制度上的推動 以及修法 對我來說 年輕人的 年輕人絕對也是有自己 管理自己人物的一個能力 從學校的學省會也好 甚至到社會上的這些人物 而且我不覺得這邊有什麼不同 因為這些人都是管理我們的人 我覺得人就是有這個權利去選擇 這些人 這個東西不會因為說我今年是18歲 我今年20歲30歲 都會有所改變 因為這個東西是我們高中 基本上就在教了 藝人校開發名單的題目 這個不會不會 不該因為年輕而出去被影響 也不會因為說什麼 大家都 我們是因為大家都18歲投票 所以我們才改18歲投票 那這個問題就會跟 大家都民族 所以我們也民族是不一樣 是一樣的 我們都是人啊 我們本來就應該都該投票 不是因為哪一國怎麼樣不跟進 不是是因為我們都是人 所以我們跟進這個是助理 社會共識有的時候 會成為這個社會進步的絆腳石 那我想有個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是已經努力10年了 我不知道我們還 我們其實並不知道 我們還需要努力多久 但無論如何最後一名 作為全世界的最後一個 填留在20歲投票權的民主國家 這一個事實是一個重要的警鐘 那我們這一些 我們這一些造成這個結果的大人 這個最後一名是我們造成的 這一個 最後一名是我們的 我們造成的 造成這些結果的大人 是應該要站起來 要努力幫台灣一把 讓台灣可以再往前進一步 權力義務要相等 這大概是民主國家 這基本的一個原則 我們的青少年 他必須盡義務 但他卻沒有享受同等的這些權利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扭曲 跟傾斜的國家民主的制度 這個我們都希望 未來能盡快去做 那在我們過去 在立法院的經驗裡面 事實上年輕人 他們對於政治的關心跟參與度 跟理解度 跟他們的分析 事實上都不亞於我們 許多已經投入社會工作的朋友 他們反而對於他們自己自身的權利 都沒有在關心 所以我們認為 所有關心政治 最簡單的概念就是 不把命運交給這些大人 把自己的命運拿回來 所以我想我們非常的支持 也鼓勵大家 永遠去投票 其實這個修憲下 就投票年齡這樣的運動 已經推了十年 那過去以來最主要的困境就是 社會對於青少年 事實上是不信任的 也有這樣年齡歧視的問題 不信任給他們這樣的投票權 會不會造成說 青少年會有這樣的一個 政治上的過度狂熱的問題 或者是說 青少年身體不夠成熟 都可以投票 種種很多的疑慮 可是我們要講的是說 事實上我們目前 新法就是18歲要負起完全行為責任 沒有理由去推遲青少年 二十歲才能投票 那18歲其實他就可以組家庭 為什麼二十歲才能投票 所以這樣的一個年齡歧視的文化 是我們目前遭遇比較大的困境 那另一部分是說 我們目前的證者 他事實上是 沒有去回應這樣的一個 世代建議的訴訟 所以我們在推動這樣的投票日 希望讓更多的這些青少年 要出面來表態 他們不要只是透過大人 來為他們爭取權益 他們也可以為自己的未來投下第一票 青少年投票日 為自己的未來投下第一票 為自己的未來投下第一票 為自己的未來投下第一票